大家好,又回到我们的望向编辑部YouTube频道时间 有我来自澳洲的震必思,你好,我好,大家好 大家好,才是真的好 在节目开始之前请大家为我们三个频道 望向正向晒冷气,点赞分享和订阅 也希望你留下建设性的留言 好了,今节我们就讲一讲这个欧洲 真是行衰运,有什么那么大事就是干旱 我们之前说过,其实在英国因为西班牙 和其他地中海沿岸国家的干旱 令英国很多蔬菜是比较少 甚至是要出到限扣令才行 这则新闻是过几月前说的 但是现在是没什么进展,都是大干旱 严重缺水是整个欧洲 除了西班牙之外,还有就是意大利 意大利也是很重要的农产品出口国 意大利近年来和西班牙一样 都是缺水的,尤其是在北部 现在干旱持续在意大利北部 威尼托大区已经是相当可怕了 雨季下雨的迹象可能今年因为极端天气之下就很难 夏天的话更加干旱了,不用说了,这个大家都知道了 其实就是导致雷德维索省六个镇 必须是采取严格的措施去抗旱 抗旱的其中的措施就是防止浪费食水 真是麻烦 防止浪费食水,居然是要连你刷牙的时候都要关水龙头 都要关水龙头,不过一般来说我都是会这样做的 因为用杯子去装着水就好了 我们看到近年来意大利就经常缺水干旱 意大利国家研究委员会的气象学家就叫贝迪 他就说虽然我们有段时间下了少少雨 但是意大利北部的缺水危机依然会继续恶化 即使北部五月每天都下雨 干旱都会持续到九月 就是之前说得太厉害了 就算五月每天下雨都补不了 今年干旱持续在意大利的云尼托大区是示弱的 预计夏天干旱更加可怕 所以现在大家都是 不是在垃圾头,当然钱也是在垃圾头 因为全欧洲都是一般的经济 那抗旱的一些新的条例规定有什么呢 当然这些就是需要令到你用水的时候 既要保持身体清洁 还有可以煮到食物,可以有日常的生活 其实也是要省水 那究竟是怎样呢? 建议小洗用来自自来水的洗车 还有就是淋花 即是帮你私人花与淋花 都是少点用水 还有清洗广场也是少点用水 你的后院清洗也是少点用水 还有注水箱也是 噴泉以及淋浴也是少点用水 刷牙事,一定要关在你的水龙头 此外,自流井水 即是有些人家里有个井 自流井水也必须要装水龙头 以防止不断流动 对于严重违规的人 可以处罚500欧罗 水资源用在城市公共卫生服务 公共陆地,运动场,畜牧业和生产用途 就没有限制在刚才那些规律规范当中 另外也允许小剂量的淋花 来保持家庭花园和小盆栽的幼苗 令到它不会枯毁 上述的措施只是威尼托大区 自己发布的抗旱条例 意大利部长会议 亦为政府的总体政策 以及行政行动总方向机构 都会成立一个委员会 这个委员会 都是为了严格控制溶水 最近亦为解决缺水问题 和加强水资源基础建设改善 而设立一个特别控制室 并且任命一位特别专员 严格管行 都是一件好事 尤其是现在这样的时势 都很严重的 除了意大利之外 我们都说过了 西班牙都很严重 不过意大利还有则是问水是缺到什么情况 我们看看缺到 是连运输船都陷入沙当中 等于是见底的很多地方 我们看看意大利的报纸 和其他媒体也有拍一些航拍图 从空中去腐陷 所有的船只都是在沙内 意大利塔兰托省的托里切拉河 因为严重干旱 港口几乎就快用不了 根据当地的船 中心他们就说了 过去五六年的水量都很充足 但是这两三年开始改变 缺水就越来越严重 托里切拉船中心的会长 博奇亚就说了 一般情况下 这里的水至少都有一公尺深 相反 在另外一头 今年冬天 我们就尝试用滑土机去滑沙 搞出一个一公尺 广和1.5公尺深的水道 可以令到船开过去 至少可以先拖 因为他担心之后再缺水 但也没用 你没有水的话滑到多深也没用 意大利第一长河波河 其实长有652公里 从西北部城市到林就流向 东海岸的威尼斯 是跨过意大利人口筹物和工业化物集 还有农业发达的地区 是相当重要的河流 不过当地的官员也说 波河会和去年一样 处于同样的极度干旱状态 除了河水的水位过低之外 水库也是大缺水 阿尔卑斯沙漠附近的水库 有一个水库湖 叫做维尔纳格湖 因为从阿尔卑斯山流入的水 水大量减少导致水位下降 另外位于波泽洛省的 雷斯肯湖水位也是低得可怜 当地官员就说 缺乏溶化冰水 这些雪水的灌溉 其实是导致部分地区严重干旱的主要原因 波河河流管理局的官员也说 这些河河有管理局的多厉害 就是我们必须采取不同的行动 在短期内做的事 其实尽力 但是没有作用 可以做的事其实不多 只能够有效地管理供水不足问题 就好像优先提供饮用水 其次就是为农业用水作保障 最后就是供生产能源使用 除了意大利面临这么干旱之外 刚才我们说的西班牙也是 遭受至1970年代以来最干旱的时光 有百分之二十七的地区处境界或紧急状态 加泰罗年压甚至有一个水庫水位过低 记得一座长期在水底下的十一世纪的教堂露出水面 这场干旱也重创了整个欧洲的农业和畜牧业 西班牙、意大利、英国也是 农业、鱼业以及食品部门大量开会 希望可以减低这个冲击 但是很困难,没那么容易 我们看看这个世界真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西班牙和意大利因为持续干旱 这就影响着农民的收成 这样对于法国也造成很严重的影响 英国也是说明 尤其是水果和蔬菜价格是会飞升的 西班牙和意大利迎来了异常的高温 其实这两个国家相当温暖 所以他们出产了很多漂亮的农产品 以及我们之前的橄榄油 对于西人来说很重要 现在橄榄油也破了新价 最新价格真的令人很可怕 本来这些东西不是很贵的东西 我们看看 因为现在很多这些南欧国家都已经40度了 好像西班牙一样 已经是自从1961年 西班牙开始进行官方气象检测来最高温的四月 高温也加剧了西班牙的干旱 令到农民失收 全西班牙大部份地区普遍存在着干旱的现象 已经危及到各种农作物 有350万公顷的穀物作物 已经造成了不可彌補的破坏 即是今年全欧洲包括英国 就要捱一些贵的农作物 贵的食品 西班牙的农业部门也说要提供紧急的援助 西班牙政府承认这种状况 影响了很多东西的供应 亦影响了这个价格 由于西班牙和法国的水果 还有蔬菜产量下降 连其他国家都会有影响 法国当然有影响自己的干旱 法国的穀物也有很多不备当 我们看看法国的消费水果 71%是进口 蔬菜28%也是进口 而西班牙就是水果和蔬菜最大工业国 其实西班牙不单是法国 还有很多国家 蔬菜还有水果最大工业国 例如法国每年 从西班牙进口10万吨番茄 但是法国所有的夏天蔬菜 都有从西班牙进口 包括番茄 还有茄子 甜瓜 如果干旱继续 会摧毁西班牙收成 亦摧毁大家降低通胀的努力 真的令人担心 当然摩洛哥也是 前法属植民地 亦供大量的蔬菜给欧洲 包括英国 包括英国 现在我们看看 除了南欧国家之外 对不起 就算连西欧的德国 都有很大的干绝 所以真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 理不理它 它不会是给你面子 南欧整个4月 很多时候都是40度高温 你要看西班牙一个这么大的 水果和蔬菜生产地 尤其是我们之前说的橄榄油 价格已经升了六成 对于它来说是必要的 那你叫那些人怎么办呢? 还有可能有消防事故 我们看看高温也令到消防事故 欧洲森林资讯数据看到 今年西班牙的消防事故 已经令到5.4万公顷的土地 即可耕作土地没有了 而去年同期只是1.4万公顷 其实西班牙的消防事故 高发季节是比往年来得更早的 3月份其实已经来过一窩 除了意大利西班牙法国 一发觉也有些地方在地中海 还有西班牙的好轮舍 都是来自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 其实葡萄牙南部的莫拉地区 都是经常是三十几四十度 葡萄牙的农产品 在欧洲来说也相当重要 虽然它是相对小的 相对来说是小的 只要是这样说 现在我们真的没办法 就算连加特尼罗牙 加特尼罗牙地区就是巴塞隆拿 就是他们首府 当地水府的储水量只有四分之一 水量不足导致限水 所以在巴塞隆拿和周围的居民 已经禁止向泳池注水 相当困难 那你想想 连刷牙都限制你的水 说真的也是对的 你没理由一边刷牙一边 流出那么多水 除非你的刷牙时间非常短 好 今次节目时间到这里 多谢各位再见 请不吝点赞 请不吝点赞